大家好,我是沐蔚,今天给大家讲一个男子意外获得能读懂女人心的能力,从此成为人生赢家的故事 尼克的妈妈是个舞女,她从小就是在女人堆里长大的,所以练就了她擅长和女人打交道的性格 虽然她很会撩妹,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男子主义 在前妻眼中,她是个以自我为中心,一点都不了解自己的大男人 在女儿眼中,她是个总在忙碌,永远会忽略她成长的挂名父亲 在女同事眼中,她懒散又粗心,只会游戏和享乐 她是一家广告公司的经理,已经在这个位置上干了多年的她,也到了该升职的时候 公司的创意部总裁一职正好空缺,每个人都以为该是她的 可就在她熊啾啾气昂昂和上次见面时,却被告知创意部总裁由空降公司的达西认知 因为当下增长最快的消费群是16到24岁的少女,也是他们控制了广告业的主流 只有把控住女人的心思,掌握她们的消费心理,才能做出最合适也最有创意的广告 而尼克是个男人,还是个根本不懂女人的大男子主义者 作为女人的达西,毫无疑问比她更适合这个职位 这让尼克很不愉快,也让她对达西有了很大的敌意 达西一上任,就给每个人发了一盒女性用品 要求她们回家后都试用一遍,然后提出自己的广告创意 因为前妻再婚去度蜜月,所以女儿要跟自己生活两个星期 在尼克一边使用去斗贴,一边穿着丝袜的时候,女儿带着男友回家了 尼克极力解释自己是为了了解女性心理才做这些产品测试,但场面依旧陷入了尴尬 女儿送走男友后对她发了一通脾气,直言尼克从不关心她 甚至连刚介绍过的男友名字也记不住 女儿气冲冲地回到了房间,尼克也没有了继续做产品测评的心情 在她用吹风机的时候,不小心被滚落的珠子滑倒 连带着吹风机一起跌进了浴缸里,尼克触电昏了过去 等她醒来后,发现自己竟然可以听到女人的心理活动 她能听到终点工队打扫卫生的抱怨,能听到女保安觊觎自己的心思 能听到女同事对自己的吐槽,不仅是女人,只要是磁性生物的心理化 她都能听到,尼克觉得自己要疯了 为了恢复正常,她按照前一晚的程序 用去痘贴,涂眼睫毛,涂纸节油,去腿毛穿丝袜,统统来了一遍 然后带着吹风机淋雨引电 第二天醒来后,她迫不及待地跑去商场测试了下 但令她崩溃的是,能听到女人心理化的能力并没有消失 毫无办法的尼克只能找心理医生寻求帮助 面对她的焦虑,心理医生开导说 这分明是上天赋予她的能力 如果知道女人心里在想什么,就掌握了一切 听了这话,尼克毛色顿开 她利用这个能力读懂了身边所有女人的心思 在和她们的人际交往上变得如鱼得水 按照女儿的想法照顾她,陪伴她 女儿也开始认为她是个贴心的父亲 为了得到更好的广告创意 她去练瑜伽,做美甲,去女人扎兜的场所里收集她们的想法 直到她对产品的想法后,先踩一步跟上司提出创意 这让上司对她赞赏不已 尼克认为这样下去,达西的位置迟早得还给她 种种创意的巧合非但没让达西生气 反而让达西认为尼克是懂自己的人 并对她产生了好感 尼克知晓了这一点后也在有意识地接近她 或许初始目的不算单纯 但她渐渐被达西的魅力所折服 两人在日常的相处中逐渐走在了一起 把女人心思读透了的尼克越来越了解她们真正的需求 了解她们的柔软,了解她们的坚强 或许连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她大男子主义的思想已渐渐消失 在跟合作品牌方的广告创意展示会上 她完成的很出色,得到了所有人的赞赏 但尼克心里明白,这其实是达西的创意 她是窃取创意的小偷 因为方案的成功上司炒掉了达西 让尼克取代她成为创意部总裁 这本就是尼克最初的目的 但她现在已经不想这么做了 在一次暴雨天的电路意外中 尼克恢复了正常 她再也听不到女人的心里话 她开心之余又有些失落 毕竟她通过这项能力得到许多 自己曾经根本意识不到的重要的东西 被辞退的达西心情很差 必不见人 好不容易找到她了的尼克 把所有事情都交代了出来 说自己是从她身上盗窃创意的小偷 还诉说了自己对她的满满深情 达西生气之余 却已久被她感动,原谅了她 百花从中过的尼克终于有了最终的选择 本片来自爱情喜剧片 偷听女人心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加关注哦 木卫说电影每天陪伴你 我是木卫 咱们下期再见